大家好,我是Frank 无论是神秘莫测的顶级富豪俱乐部泰山会 还是盘根错节的第四大民营金融复兴系 亦或是最近被当成落水狗暴打的蚂蚁轻浮 背后都能看到上海滩首富郭广昌的身影 2015年,由于上海高层的某场变故 复旦之星郭广昌短暂失联 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的持续肆虐 互相要往郭广昌再次惊艳 北京时间10月9号晚上10点06分 郭网昌就迫不及待的率先在个人微信公众号 发布了关于复兴新冠疫苗研发的最新进展 直到郭总个人官宣了整整20小时以后 复兴医药的官方公告才象征性的闪闪来迟 郭总其实自己也很清楚 疫苗不光是新冠疫情的解药 更是拉升股价的良药 虽然目前复兴、辉瑞和BioNTech合作的疫苗 已经获得了临床试验批准 但其实这只是疫苗研发万里长征中很小的一环 疫苗的中心数据仅仅只是披露了90%的有效率 这个90%反映的也只是接种第二剂疫苗7天后的效果 注射后多久才能获得免疫 是一年还是半年 可以预防的新冠级别是轻症还是重症还是都可以 以及疫苗是否对全年龄段都有效 这些我们统统不知道 最终实际药效什么的在可见的未来也仍然是未知数 但是疫苗热点过后 以复兴医药为首的疫苗概念股们 却还是纷纷拉起了涨停 实际上复兴医药拿到的 是辉瑞和BioNTech的mRNA新冠疫苗 在国内的开发授权和大中华地区的销售授权 由于和海外原研企业的临床试验是不互通的 在国内 复兴新冠疫苗的研发进度 相比于其他疫苗公司要慢上一大截 说的直白点 也仅仅是个刚刚起步 所以等到未来疫苗真正上市了 复兴医药实际扮演的角色 就是辉瑞和BioNTech 在大中华地区的代理商和运输商 另外讲一句不好听的 辉瑞和BioNTech 今年的疫苗产能 预计只有5000万剂 2022年的产能 预计可以来到13亿剂 但是2021年的大部分疫苗产能 已经被西方列强瓜分完了 复兴医药最终能拿到的份额 大概率不会太多 而且哪怕复兴医药 突然打通了任多二脉 掌握了疫苗研发的核心技术 只要BioNTech不同意 复兴也不能在国内自建生产线 由于说一 目前这个阶段 郭总口中的疫苗 讲故事的成分更大一些 可惜的是 还没等郭总讲的故事 让大家为梦想窒息 复兴医药就迎来了 上海香港两地的同步暴跌 原因也很简单 那就是市场意识到了 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 就算疫苗能够顺利的大规模量产 那么疫苗又该被如何安全的 送到每一个接种点呢 由于mRNA疫苗 自身的存储条件过于严苛 在正常2到8度的医院冰箱中 只可以存储5天 哪怕是在零下70摄氏度以下的 超低温环境中 也只能保存6个月 而目前国内暂时不具备这个条件 复兴作为疫苗运输商 就需要专门为疫苗 重新设计冷链系统 果不其然 在复兴医药暴跌的同一天 A股的冷链板块就已经来了暴涨 最大的利好方 正是复兴医药冷链订单的成见方 并论环境 一旦新冠疫苗有任何风吹草动 反映到资本市场上 一般就是疫苗概念股先涨 然后再是疫苗冷链概念股 疫苗瓶子概念股 疫苗注射器概念股 疫苗医费概念股等等 如此循环 当然了 每个板块的涨势都不会持续太久 就在疫苗90%有效性消息发布的当天 辉瑞CEO阿尔伯特布尔拉 就在股票飙升后 立即抛售了自己持有的 62%的公司股票 套现560万美元 而附近医药 早期购买的白链菜股票 目前已经翻了2.5倍 也就是说 不管后续如何 对郭总而言 疫苗就是一个名利双收的股市 疫苗就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 由于郭网昌 曾经担任政协委员人大代表 并且目前仍然活跃于商界 所以有些东西还不能点破 今天我就耗自为之 讲点武德 点到为止 关于父亲戏和郭网昌 之后会在YouTube上另外加根 欢迎持续关注 1967年 郭网昌出身于浙江东阳恒店 那时候的恒店 还不是国际影视城 那时候的郭网昌 还不知道什么叫人生如戏 郭网昌家中还有两个姐姐 一家五口的生活 基本都压在了 在工地上做石匠的父亲身上 而在一次工地的爆破中 郭府不幸炸伤了右手 家庭的重担 便落到了靠种菜谋生的母亲身上 两位姐姐也只能被迫早早放弃学业 在家里靠编草鞋维持生计 但是就像送东阳马生去中写的一样 东阳自古以来 就有崇尚读书的传统 东阳人深知 要用走出大山 只有两条出路 要么打工 要么读书 虽然家庭条件困难 但是作为家中唯一男娃的郭网昌 还是为自己争取到了 读高中 考大学的机会 1985年 在父母和两个姐姐 紧一缩时的资助下 脱颖而出 顺利考上了复旦大学 攻读哲学系专业 那时候的郭网昌 满脑子还是改革开放前的旧思想 商业在他眼中 就是该被时代抛弃的低级趣味 但是长大后 我就成了你 1992年 整个市场在小平南巡讲话后 迎来转机 正是在这一年 复旦哲学系的郭网昌 计算机科学专业的谭建 以及遗传工程学专业的梁信君 汪群斌 范伟合伙创业 成立了上海广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这五位复旦校友 就是著名的复旦五件科 而这个上海广信 正是之后复兴国际的前程 1993年6月 广长开始转向房地产销售 和生物医药领域 公司也随后改名复兴 寓意复旦之心 给年轻的观众科普下 那个年代的时代背景 当时伴随着改革开放 整个国家和社会 对民营企业的宽容度 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很多行业的进入门槛都很低 现在的很多房地产巨头 都是在那时候入场的 然后在之后20年的产业升级中 存活下来不断壮大 至于生物医药行业 由于技术壁垒比较高 是非常适合拿来讲故事的 就跟前几年的光伏 这个几年的芯片差不多 当年复兴刚涉足生物医药 靠的是销售乙肝诊断试剂 复兴系的第一个医员 就从这里来的 虽然之后复兴旗下的富宏汉林 确实有在跟随市场 做热门创新药 旗下配套的医疗和医院服务 也是其他企业没有的 但是复兴系的几款产品 在各大医院基本没什么声音 销售数据也属实有点拿不出手 为什么复兴医药 2015年前的资源这么好 这几年就开始有点不太行了 各位可以仔细思考一下 有个悬念 我们以后见 时间来到1998年 复兴医药顶着上海民营高科技 第一股的名号 成功登陆A股市场 如果说复兴系的起步 得归功于复旦遗传工程学专业的梁信君 那么复兴之后的每一步 就都能看到复旦哲学毕业生郭广昌 循序渐进的哲学思维 那时候的复兴 几乎靠着并购这一招先 布局了各个行业 而且几乎每笔并购 都采用郭广昌市的循序渐进的控股方法 也就是先餐股 后控股 最后绝对控股 要吃成胖子 但是绝不一口气吃成一个胖子 在郭广昌的带头冲冲下 复兴的资本版图快速扩张 很快就进入了保险 医药 健康 钢铁 矿业 零售等诸多领域 并且在统一的循序渐进的治理思维下 各业务最终成功整合成了一个庞大的复兴系 2007年 打包了一众业务的复兴国际 成功赴港上市 郭广昌的资产也一路水涨船高 寒门贵子 最终成了上海首富 之后 郭总在上海滩一系列风云世纪 由于上面资金没有定调 大好奖 只能深入浅出的跟各位讲讲 郭广昌入主民生银行的故事 时间回到2010年 郭总终于开始对寄予已久的银行下手 复兴系兵分两路 开始在二级市场大量吸收民生银行的股票 一路是主攻A股市场的南港股份 一路是挥师南下进攻港股的复兴国际 历时仅仅一年 2011年底 郭广昌和复兴国际 就出现在了民生银行的主要股东名单中 之后郭广昌乘胜追击 通过多轮增发 实际上躋身了民生银行前十大股东 2012年12月17日 郭广昌正式成为了民生银行的董事会成员 并且这一待就是将近五年 之后戏剧化的事情出现了 先是2015年9月 民生银行遭遇海外机构做空 民生银行港股股价连续出现暴跌 危机关头 郭广昌立刻出资5000万港币救市 不断吸收二级市场股票 利保股价 紧接着是2015年12月 复兴系掌门的郭广昌神秘失联 正当复兴系现金流 受到社会和投资者质疑时 民生银行投桃报李 立即通过并给予了复兴集团 98亿元的受信额度 你有事我不攀 你落难我出山 看了这里 有些泪点比较低的观众 估计都已经泪目了 正当全世界都觉得复兴民生 准备开始左脚灯右脚逃出升天的时候 郭广昌悄无声息的减持套仙大计 却早就已经开始了 2014年8月18日 随着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彪的辞职 中国民营资本的两大重量级派系 短暂的遭遇了 复兴系选择在此刻 开始大规模减持民生银行股票 而安邦系却选择了大规模增持 之后的故事 相信看过安邦系那期视频的老观众应该清楚 复兴系在短短四年间 通过资本腾挪低买高卖 换来了民生银行的守望相助 以及几十亿真金白银的平安落贷 虽然2014年安邦系大举入主民生银行 只是安邦系全球范围内入谋扫获的一个缩影 但是却正是吴小辉由胜转衰 最终狼狈出局的开始 从某种程度来看 两位资本大佬既然不同的命运 也说明了一个道理 招邀过世不如韬光养晦 一步登天不如循序渐进 复兴系从创立开始 就始终掌握着时代脉搏 总是能带正确的时间 选择做正确的事情 要不是郭网昌在2015年的无故身影 可能几乎所有人都会相信 这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资本童话 但是就像复兴的投资战略 和郭总的人生信条 循序渐进一样 我们离真相的距离 也是靠着一个个事件和线索 去循序渐进的 统领着复兴系 这艘商业巨轮 郭总不管是做什么样的决策 都得小心翼翼 是早已习以为常 如芒刺背如梗在后 也许也早是家常便饭 但是童话只有不破才是童话 要让在蚂蚁和一苗 这两把尖刀上起舞而不失手 可得加倍小心谨慎才是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再次感谢您能看到这里 有文有答 如见其人 有光渊生 如临其境 商业战争 我们下期再见